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间宿舍一共住了四个人 除了小伟是本村的 其他都是隔壁村的 晚上九点 宿舍统一熄灯 小伟和室友们打了一会儿苦课后 准备躺下来休息 唯独眼镜还在学习 室友忍不住调侃 眼镜和咱们不一样 他是奔着考大学去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 眼镜突然把室友们喊醒了 你们快起来看看 外面那是什么呢 三个室友过来一瞧 看到远处的树林里漂浮着四团蓝色的火焰 于是四个小伙伴就展开了讨论 那是鬼火吧 是的 那个时候都是土葬 一到夏天的时候 坟头上面就会冒出鬼火 小伙伴们越说越害怕 然后就钻进了被窝 就连眼镜也不敢一个人学习了 乖乖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 室友和同学们聊起了鬼火 结果一个同学说 鬼火算什么 前几天我在宿舍外头听到了有人在走动 而且还窃窃私语 我出来一瞧 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打听到 这栋宿舍之前是那坟岗 室友们不相信 觉得这哥们在说谎 随后 室友们来到了昨晚 看见鬼火的那片林子里 寻找一番后 他们找到了几块骨头 看起来好像是人骨 这样说的话 宿舍极有可能试乱坟岗 眼镜有些害怕 想要先回去 结果没走几步就先到土里去了 室友们急忙过来拉扯 最后将眼镜拽出来的时候 眼镜的脚还带出了一颗头骨 没错 这片土层下面埋的全是人骨 晚上 小伟不再打牌了 眼镜也不学习了 他们早早就钻进了被窝 可是到了深夜 外面就传来稀稀苏苏的声音 像是有人在小步走路 透过窗户 小伟看到院子里有五六个人在那里走动 这个景象十分圣人 室友们很害怕 用被子蒙住头 大气也不敢出 四日 同学们将这件事情向老师汇报后 老师认为是小偷 于是就在后院里养了一只大黄狗 晚上 大黄狗在院子里一直叫唤 吵得小伟他们睡不着 掀开窗帘后 他们看见有几团鬼火飘进了院子 而那条大黄狗正冲的鬼火狂吹不止 随着大黄狗的叫唤 那几团鬼火就慢悠悠的退回到树林中了 虽然每天晚上都很吵 但小伟他们也不用再害怕了 因为大黄狗会驱散这些鬼火 直到一天早上 室友们起来后发现眼镜不在 难道去教室了 但他的衣服还在床上 走出寝室 室友们看到一堆同学围在厕所外面 走进一墙才发现是眼镜晕倒在了厕所 于是他们将眼镜送到了医院 经过检查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 可能是过度惊吓导致的昏迷 原来昨天晚上 眼镜尿急起来上厕所 由于厕所没灯 再加上眼镜睡得迷迷糊糊 导致眼镜撞到了一个人 眼镜抬头想看看是谁 结果发现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鬼 然后眼镜下的腿一软就晕了过去 随后眼镜就被家人尖了回去 再也没来学校了 这天晚上 室友们又被大黄狗吵醒了 这一次 大黄狗似乎不是在叫唤 而是在哀嚎 虽然室友们很害怕 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们还是掀开了窗帘 结果看到了大黄狗被一大波鬼火 团团围住了 按道理 鬼火是烧不着东西的 但那条大黄狗却好像是被火烧了一样痛苦的哀嚎 最后 大黄狗倒在地上冲出了几下 就没了动静 室友们被这一幕吓坏了 然后都不敢睡觉了 就这样熬到了天亮 第二天 宿舍管理员过来处理大黄狗的尸体 可奇怪的是 大黄狗的身上没有一点伤伤的痕迹 室友们也问过其他同学 昨晚有没有听到大黄狗的哀嚎声 有的说听到过 有的表示没有听到 自从发生这件事情后 小伟就搬了回去 而其他住得远的室友也在附近租了房子 由于没有同学住在寝室了 这栋宿舍很快就荒废了 荒废后的宿舍看起来更加阴森了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电影云的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